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talktalk操生 我们主要讲加拿大有关留学移民工作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的分享 和一些趣事,加拿大一些趣事的分享 希望能够给你的生活工作带来一些帮助 甚至少少的乐趣 今天就是乐趣的部分 我们就分享一下加拿大有哪些关于圣诞节和圣诞老人的一些奇葩的点 和一些有趣的事情 第二部分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些一款圣诞节的一些英文单词 希望你能够喜欢 在加拿大过圣诞节它有几个比较奇葩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加拿大每年都会有 尤其在多伦多都会有一个圣大的圣诞节 圣诞老人的游行 而且这个圣诞老人的游行不是在12月 而是在11月中旬 像今年就是11月18号的时候 这个圣诞游行是有很长的一段历史 据说是从1905年就开始有了这个圣诞的游行 游行包括什么呢 它是在一条祖阶上 然后各个 相当于我们国内的那种花车 就是有各个公司赞助的 出一台花车在花车上面 有不同的这种造型 是公司的宣传也好 或者最后是圣诞老人 那今年呢 有兴趣看了这个参观 参观的地方你看 很多人早早就就去 它是12点半才开学 很多人从9点钟就开始在那排队 然后站地方 据说能吸引一家三代 这样的人 在那儿在非常寒冷的寒风中等待 然后观看了两个半小时 从不同的节目到不同的车 在那儿在这边 好,好,好,好 其实在加拿大不光是多伦多 从大陆城市到小城镇 它都会有圣诞老人的游行 代表着这个是进入圣诞节日 或者进入圣诞气候的一个开始 也是一个标志 第二个就是我之前也讲过 加拿大的小朋友会给圣诞老人写信 而圣诞老人会回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他们在收集信件 所以圣诞老人会回信 每年进入11月份的时候 那小孩子们就陆陆续续的给圣诞老人写信 所以加拿大游诞局就录据收到 据说是1970年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员工和志愿者 叫Molunteers给他们写回信 然后小朋友就会收到这些回信 收到圣诞老人的祝福 慢慢发展到 大概有好多万几十万的人来自全世界各地都会给加拿大的老人写 加拿大的圣诞老人写信 都会一一得到的回复 据说在1970年的时候 他们觉得圣诞老人是来自北极 然后呢还专门给圣诞老人设了一个邮箱 就是North Pole North Pole 就是北极 然后它还有一个邮编 是H0H 0H0 它有地址又有邮编 如果你给加拿大圣诞老人写信 你写上这个邮编地址 然后写清楚你的回信地址 你就会收到圣诞老人的回信 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据说每年加拿大邮局会收到百万封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写给圣诞老人信 那么他们会有九千多名的邮局的员工和志愿者 一一的给这些孩子们回信 而且是用圣诞老人的口本给他们祝福 带来快乐 那说到圣诞老人呢 加拿大对圣诞老人是非常受欢迎 刚才说了是北极 有人说圣诞老人是加拿大极 是加拿大人 而且他有加拿大的护照 那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 果然不足所料 在2010年的时候 加拿大政府曾经给圣诞老人颁发了这个电子护照 说圣诞老人是加拿大人 因为之前一个90岁的老人 他们在北极的时候设立了一个圣诞老人的邮局 圣诞老人是加拿大人 第四个就是说了 加拿大多伦多有圣诞老人一条街 是怎么回事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景点 但是源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在Mountain Pleasant Road和Sinclair Avenue 这个地方有一条街上面全是圣诞老人 是什么样的圣诞老人 就是在家门口充非常大的那种充气的巨型圣诞老人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是源于一个那边的一个住户 他从Canadian Tire买了一个充气的巨大的圣诞老人 结果呢被他的邻居发现了 那他的邻居呢就也买了一个 然后第二家买了 第三家也买 结果这条街上全是一模一样的型号 然后一模一样的这个大小的充气的圣诞老人 然后又亮灯 那就形成了一条不错的非常好的景色 从此呢就非常有名的一条街 一到十月中旬到圣诞节期间 会引来大量的人去那参观 成了一条文化街 那总共不下五十多个圣诞老人 是一模一样 都在各个住户的门前 他们都是自发的跟着大家一起来做的这件事情 再来一个 东伦多每年在这个节日期间 都会有一个圣诞节的圣诞购物集市 就是圣诞节购物集市 在老酒厂那边 老酒厂也是很老的一条文化街 那边也会有一个巨大的圣诞树 然后有不同的这种主题 你可以去那边跟圣诞老人照相 可以去那边买一些圣诞节的装饰 圣诞树等等 还有可以买一些圣诞中的饰品 圣诞节的礼物等等 非常好玩 大家到那个时候都会集体去逛 像感激一样去购买 自己所需求的关于圣诞节的一切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每到圣诞节的时候 也就是说从11月中旬差不多 下旬开始一直到圣诞节 都会各个商场 不管是大的商场 小的商场 不管是大城市 还是小城镇 都会有圣诞老人 带小孩子跟圣诞老人合影 有的地方会排很长的队 你可以看得到 那小孩子跟圣诞老人拍照 是一个成为一个习俗 你要去排队 然后你可以家庭 你可以小孩子跟圣诞老人拍照 圣诞老人会问一些问题 给一些祝福 然后走的时候会送一些糖果 就是那种小拐棍的 然后呢 你去花钱买这个照片 那同时他们也是一个商业 花钱买了怎么样 跟圣诞老人拍照 这个倒是不稀奇 稀奇的是 在跟拍照的时候 他有一天 比如说有的是星期天 有的是星期二 或者是星期几 他这一天是专门给宠物合影 你的宠物 带着你的宠物跟圣诞老人合影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圣诞吉时 他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 你的Pet 可以跟圣诞老人一起来合影 比较有趣 好 刚才说了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有关圣诞节的相关的英文 单词怎么说 也须共同来学一些英文 他说了圣诞节就是Christmas 圣诞节节日 Christmas season 然后呢圣诞节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会买一些圣诞树 圣诞树叫Christmas tree 然后圣诞树上会有很多的装饰 圣诞装饰叫Christmas ornament Ownament 就是圣诞树上那些装饰品 或者叫Christmas decoration 然后我们在门上会常常看到挂一个花环 叫Evergreen 或者Evergreen Rith 叫Rith花环 有树叶绿色 做成一个花环 圣诞老人他会送礼物 他会背一个Gift bag Gift bag 然后他会做什么 Slay 他做雪橇 叫Slay 雪橇是什么拉呢 Rain Deer Rain Deer 它的迷路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加拿大冠语圣诞节的一些不同和奇葩的东西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欢迎点赞分享评论 然后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带来一些娱乐 或认识一些不同的圣诞节的一些文化和一些特色